五黨籍縣議員候選人黃文如與丈夫原山鄉長張一華 兩人深情輕鬆來到義仙投開票所 在查驗身份之後順利領取選票投下神聖的一票 好 可以了 剛投完了 心情怎麼樣 很平靜 很平靜喔 等待好結果 睡得還好 有沒有信心 睡得很深沉 因為昨天已經算是打好了美好的一仗 而且感謝鄉親陪我走完這個過程 我非常的感謝你 也希望未來原山能夠陽光參與 然後拼出原山更好的生活 謝謝 咱們不擔心今天的投票率很低 投票率很低 我的確很擔心 為什麼 要呼籲 為什麼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希望 原山的親朋好友 原山的鄉親們 一定要踴躍的出來投票 因為這關係到原山的未來 黃文如是唯一一位女性候選人 初次披上戰袍挑戰憲議員 站在扶選角色 鄉長對選民的支持相當感動 對於選情表示平常心看待 平靜等待開票結果 今天滿開心的喔 看到天氣這麼好喔 相信天氣好 也謝謝大家這陣子的關心喔 相信這一次 女性會來改變原山 勝利在握 謝謝 這張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這張對你來講有什麼意義嗎 這一張 對 這一張 真的很有意義 真的 改變原山 有很大的意義 大家去想好不好 天脫穿白色 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嗎 因為覺得原山 未來是陽光灘暖 所以白色是最亮的 因為來原山會亮晶晶 謝謝 補選投票率 預估會比五合一選舉還低 投票民眾幾乎都不需要排隊 透過神聖的選票 選出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